我們看到本來昨日母親節5月10日 本來是應該有個大型的遊行在尖沙咀開始 最後因為疫情又好限聚令的關係 那就取消了 其實我們看回再之前5月1日 都本來是想著有些行動的 所以我們知道現在整件事 固然你見到一些人是出來的 但現在暫時只是停留在商場 長下過或者街頭小規模的聚集 其實大家都當然是被疫情打亂了陣腳 因為譬如你在10月1月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認定其實運動是未完結的 之後都想盡量延續到6月 再延續到接下來9月的立法會選舉 但其實疫情其實已經令很多事情改變了 你看到其實近幾次的所謂行動 其實都是有少許流產了 甚至是不成功的 根本就不多人 所以大家都要去其實都要製造一個時態出來 特別是抗爭的一方 他們其實已經很心急了 因為他們都知道疫情其實對他們是不利的 甚至要拖到9月其實是對他們很不利的 所以他們一定要出來營造一個聲勢 所以我想媒體也好其實都很期待 其實接下來6月會發生些甚麼事 所以我會說這些所有的事是大家的期望 抗爭者會有一個期望 覺得我們運動是未完的 要繼續下去 媒體就會亦都是 當然這是很大件事 你反送中反修例運動一周年 當然會這樣 但我看到勢其實是 真的對抗爭者是頗不利的 因為香港你見到林鄭即使 都是被人罵到9月臨頭 但始終我們現在都差不多可以走出來 可以這樣不戴口罩都可以做到一個訪問 所以各方面 你是否真的要 運動可不可以出得來呢 你現在是用一個攬炒的口號和形式 是否真的推銷給香港市民呢 因為之前如果你可以對比的 可能是雨傘運動 佔領運動或者 佔領運動其實是一個港人對普選 對民主的爭取失敗 那個其實很多人都會感到同情 或者覺得這個是應有之義 應該做的事 但現在的政治口號 我們知道已經淪為了是攬炒 攬炒是否真的受眾是這麼多呢 這個其實很大的疑問 亦都會直接影響到今後的運動的去向 我的觀察就是首先我想大家都知道 即推翻後一點 譬如你說佔領運動 其實香港人是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的盒子 所以為甚麼之後已經有大規模的DQ 令到本來可能有些本土派自決派的政黨 現在其實永遠都出不來 其實已經是令到北京對香港有一個新的看法 但我們都知道中央用力越大 加上建制派其實都是把持著朝政 對於民主派或者抗爭的人 或者不滿這個現狀的人 其實他都是只有向外國求助 這個都明白的 但自從你這樣之後 令到其實北京的戒心更加大 特別是剛剛疫情 你知道疫情已經令到中美之間的爭霸 或者角力其實是提早白熱化的 你本來你見舊時可能回想 舊時可能是曾鈺誠 對下長毛對下旭文 大家其實都不是在那裡吵吵吵吵吵 你不會影響到北京或者整個國際層面多大 但現在你直接香港的層面 是在挑戰中央、挑戰北京 而牽動整個國際層面 其實這個形勢就變得很危險 你現在見到所謂攬炒 以我的理解其實有幾個方面 一個就是最大的都是 其實他都是想用香港來做一個 你可以說炸彈的若忍 他點燃了它 令到中美是踏上一條不歸路的 所以就從而令到中國 可能是沒有了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或者令到香港特別關稅區的地位取消 令到中國內傷 即是他可能集不到資、在做很多事 但我們都知道 整個計劃是以香港來做一個若忍 你何時見過炸彈炸完之後 那個若忍會在那裡的 不會的若忍一定是第一個已經燒了 會沒有了 所以整個策略是 我相信 即是北京是很難接受的 其實香港市民都沒有想過 原來現在的賭局是賭到這麼大 即是原來是說香港的存亡 香港作為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 或者我們一直以來覺得一個 重要的商業城市的一個存亡 另外第二方面 就是近這幾年我們知道 即是全球 都是有所謂一個民粹主義的冒起 甚至崛起 最出名可能是 英國的約翰遜 或者美國的特朗普 那些通常是比較右翼的民粹 香港你見整個運動 即是之前反修例的運動 其實可以用民粹這個角度去解讀 所以為何我們現在才慢慢出現了 深藍和深黃 他們其實比起舊時 我剛才都說了 可能一邊是建制派 可能是曾老成 另一邊是長毛 是黃毓民 這些 他們已經是一種 純粹是加火加柴 他其實要奪權 即是他不單止要奪對方的權 他要打倒了本身 在自己陣營的主流實力 所以你見譬如何君堯 他一定是要顯示到 即是你們其他建制派 哪有我這麼威風 即是你們沒有用的 即是知道這樣的東西 而深黃很明顯 即是你在議會裏面 只會坐在這裏 只會做些人場 又不會攬炒 即是我們在議會外 街頭戰線 我們做來做甚麼 所以你見到香港的政局 其實是被這兩件事 去這樣牽扯下去 而令到他們之間的互鬥 整得根本是無日無之 即是不會完的 所以這個是會令到 我最近都會說 本來我們香港政局 都有一個基本的平衡在這裏 這就令到政局其實失去平衡 所以平衡也都牽動了 北京也都牽動了這個國際形勢 所以令到其實整件事一發不可收手 當然一個最簡單或方便的說法就是 不是任何一方的錯 是大家造成這個惡性循環 但我近來的了解就是 因為我個人覺得整個反修例運動 其實為何要流這麼多血 是令到美國現在有一個口實 或者最後立到這個人權與民主法案 令到它長遠有一個介入的可能性 我覺得如果站在抗爭一方 其實這是一個重要的成果 但是美國已經立法了 其實如果以國際的角度來說 其實根本你繼續打下去是沒有特別含意的 即是本身其實 因為你沒有另一個 milestone 是所謂叫做立法會過半數 我想對於任何政治勢力來說 都是想在議會上過半數 在民權法之後 其實它已經很適事令人 當然它說反對23條 它基本上要做的事 因為它從來都不會支持這些 用國家安全的名義在香港立法這些事 但是你見之後 雖然你見到很火爆的 通常彭斯也好 蓬佩奧也好 其實他們說一些事 上一陣子都說 這個一國兩制其實是一個國際的協議 你好好地遵守它 其實也不難的 只要你遵守就可以了 言下之意我們就收貨 所以我覺得美國根本不想 香港有一個很大幅的變化 它都知道我現在已經有一個人權法在手上 我隨時可以制裁你 我隨時可以做事 為何我要香港這麼亂 我不要香港 你翻了天 我又要被迫來幫你 被迫來幫你 可能不是那一陣子我沒有空 這陣子我疫情 又可能台灣 又可能南海 我不是一件事都可以來幫你 所以我覺得 這次民主派的做法 是有少少自己發揮 它是藉著這個人權法 之後 它覺得我現在做些甚麼 就算是backfire 即是有反效果 美國會來支援我的 美國由於有人權法會來制裁我的 但我個人覺得其實這個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亦都不是美國的本意 我看到其實香港以前在冷戰裏面 你好像冷戰已經打到 雖然是冷戰 但已經打到七彩 但為何香港都可以在這四十多年的冷戰裏面 都相安無事呢 可能中間比較激烈就是六七暴動 那些真是 裡面的力量平衡出現了有些改動 但其實一向香港都是一個 中國和西方之間的緩衝區 所以我看不到為何中美之間 就算它真的來到現在新冷戰 是不是真的想連香港都要弄走它呢 香港是否重要到一定要其中一方弄走它呢 既然大家都是這麼敵對 如果像以前中英那樣 其實香港也不只是英國 即西方也是 美國也是 差不多它最大的領事館已經在香港 是可以的 但你現在就是 你覺得這個緩衝區是不可行的 中美其實在國際的層面 所有國家就算是多敵對都好 它都會找到一個平衡 它不會永遠不停地 除非你說第二次世界大戰 要打到滅亡你 那不會了 即中美沒有什麼這樣的機會 現在又有核武 其實他們一向都會想找一個新的平衡 最多是你賺多一點我賺多一點 或者我覺得你賺太多 我就要拿回一點 即是這樣 但現在複雜的地方就是 我們有中美在上面一個層面 國際層面 在本地有一個層面 但現在我們本地的人 是希望影響上面的層面 所以令這兩個層面夾在一起 整個局勢就會複雜了很多 所以我個人認為要停止了 這個這麼混亂的局面 令到這個系統不要那麼失衡 就是我們首先在本地的層面 其實就安於本地的層面 即是你本身就說 贏半數沒有問題 是人選他都想贏 是人選他都想拿半數 拿一個話事權 OK 但你不是這樣去刻意去介入 這個中美之間的角力 甚至想挑起中美之間的角力 首先我們知道去年反修例風波之後 其實北京其實遲早都要出手 因為他都知道美國贏得太多 民主派亦都覺得可能在區議會贏得太多 他需要平衡這件事 這個知道的 但這個疫情就令到中美之間 剛才都說到是提早要開拖 要提早立刻變成一個比較全面的新冷戰 我們都見到其實西方已經組成了一個反華的陣線 所以長遠是一個大的反撲 甚至是一場新的冷戰 所以對於中國 它是要確保香港的控制權 比舊時更加重要 因為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經常講法就是 我們攬炒 所以北京很怕沒有國際金融中心 它一定會退讓 大家會覺得就算國際金融中心 是100%在運行 但原來不是它控制的 老實說對於它有甚麼意思呢 特別在現在這個形勢之下 它不單止沒有了這個控制 還要白白讓國際金融中心 給它的對加 它不會覺得是一件好事 即它怎樣都會覺得 你現在和已經打開口牌了 我現在要先拿過半數議席 接著我就要脅你令到林鄭要下台 接著就贏了選委 再贏了你的特首 我立法會又要贏了你 又要拿到這個控制權 我特首要拿到控制權 對於北京來說 說來給我聽 你想做甚麼 難道我讓你任由你 不斷做嗎 所以整件事對香港最大的危害就是 你可以說當然選舉要贏是沒有問題的 你覺得我特首要贏也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你是去到這個 你打開口牌令到它有這麼大的戒心 你真的令到它 它會覺得要做些事 那你制止到它嗎 現在就是 你可能覺得美國的人權法會制止到 但現在在這個國際形勢 如果真的美國要實施制裁 中國其實只有跟你玩盡它 難道你制裁我 我就縮沙 不會這樣 而你這樣 你對著14億人 你怎樣去做 你見到原來一會兒就縮沙 你怎樣交代 所以這樣之下 對香港有甚麼好處呢 本來你以為是會令北京讓步 但現在北京不單止不讓步 更加強硬 你整個雞蛋仔飛到牆上 然後自己爛了 對香港有甚麼用 甚至你整個運動 你之後就沒有了 你整個運動就玩完了 你這本來運動的能量 其實是可以引導到一個對香港很有利的方向 但為何現在要如死網破呢 甚至你如死網 都沒有破到你繼續在網裡 我看不到有一個很積極的意義 他會覺得 他一方面就覺得 如果沒有的話 都不可以益了對價 這個剛才說了 另外他也覺得 就算你美國單方面 是取消了獨立關稅區 那是否全世界所有國家 都會一定聽完美國說呢 雖然現在疫情之下 可能暫時是會的 但始終香港很多人有不同國家 你見法國人都很多人住在這裏 英國其他不再說 是否全部人真的完全不會用香港這個金融中心 是完全不在香港做生意 我想北京的研判是覺得不會的 所以他一向都會覺得 正如你現在就算中國和西方的關係這麼差 也有很多人和中國做生意 不要說要經過香港 經過香港更加便利 但你在國內設廠做生意其實都會 所以他的盤算就說 大家都是鬥大 大家去大一下對方 空一下對方 又知道很難是一個完全一百或零的結果 這是很難的 我想這也是大家一種觀察 因為北京都是要告訴你 原來他是不怕的 才會有一個基本的阻嚇性 因為之前反修例的風波 北京就是有點覺得被人揭開了底牌 原來你這麼多個月 我不知道你是不能進行 所以甚麼都不動 還是你是真的好弱 被人覺得原來你是對著這些問題 對著香港是沒有負 我想他現在一定要盡力去避免這個情況 特別是我們由於 北京在反修例風波期間的不作為 令到很多人都有個假設 北京是沒有了香港不行的 如果他要打破這個說法這個論述 他一定要至少表現出他有這個決心才行 所以他或者你剛剛11月的區議會選舉 給到北京一個最大的訊息 就是原來政府是不可信的 原來建制派又不行的 但你那些反對他的人的勢頭又很強 我唯有自己出手 其實他都不能選擇 我一直覺得自從4月開始 兩辦就有很多動作 我會解讀成北京或者兩辦也好中央也好 是由03年至2020年的一個總結算 因為我們當然知道03年 就是50萬人上街 因為23條立法律 其實還有很多原因 他會見到自從那次開始 其實北京在香港就諸事不順 你每次都給民意也好 給泛民也好 將一些東西爛了過來 其實他覺得 他這18年的教訓就是 其實我只要不理你 我只要用盡我的權 可以有的權力 我其實本來可能可以 我不用浪費這18年的時間 所以他就要開始 總之我要做到這件事 不可以再重蹈這18年的覆設 我要繼續下去 我想最近比較大的發展 就是大聯盟的形成 再出發大聯盟 我們知道是兩個前特首去領軍 背後的假設 其實我想都頗為清楚 因為就是 如果你看回歷史 或者聽回歷史 難聽一點就是 杯酒式兵權 就是 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在 其實有時你從中聯辦 那些的口吻都知道 甚至有些國內報導 其實他們覺得 政府現在是很無能的 其實他們都覺得 政府的行政效率很差 而建制派我想都明白了 你可以在內會 會容許民主派可以一直拖了你 整個多個月 半年有多 半年有多 立法會主席又不動 李慧琼又不動 然後要到兩辦出聲才肯動 這些是不可以再指望你 幫兩辦或中央做事 所以整個大聯盟出來 他就是想把這些 所謂舊電池 或者原有的能量 他就 杯酒式兵權 我現在不需要你了 但你現在要所有 歸去我 趙康人 然後你要歸來我 我這邊 你以後就聽話 聽聽話話就好了 但你政治的事 你不用管了 讓我自己兩辦 搞定它 我想這個訊息就很明顯 當然大家會想下一步 其實這1545人 究竟之後會還有甚麼任務 因為當初可能說 其實當初整個大聯盟 是想逼一些地產商減租 但竟然減租是不存在的 是不知去了哪裏 我想現在都不跟他說下一步 還說我們在想 之後再跟大家公佈 其實已經就是 被人去兵權 然後喝你 喝你沒有 以後可能23條也好 選舉固然要撐 23條那些可能都要局撐 現在香港就陷入了這樣的情況 現在你見有幾個可能性 你見為何美國就說 那個人權法的報告 要在兩會之後才公佈 他們當然很擔心 在兩會那時候 可能會提出一些 國家安全會的法例 在香港實施 這樣 所以要靠美國這個來制住 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你九月立法會選舉之後 你十月立法會開 你看如果你建制派還有 還有一個本數 那他就可能給你本地立法 如果沒有了 他就想辦法怎樣用附件三 然後去搞定它 所以你說 下年八月之前 我想就是一個死線 要做到 即是你本地立法也好 福建生也好 你怎樣也好 他就給大家一個信息 我現在就覺得香港的路 就是一國一制 加速向一制 賣進已經很快 但現在比較麻煩 就是我們知道 其實可能對於深藍的人 或者建制派 有些傳統的人 他們會覺得 就像去年 你反修例 不如解副軍快點下來 用來呼籲秩序 其實有一班人 是不介意一國一制 這個我們當然要理解 當然知道原來是有這班人在 但是諷刺地就是 我們見到 現在民主派的做法 其實經常都是令到 北京的做法 更加激烈 更加強硬 其實客觀效果 都是令到一國一制 更加快地來臨 所以現在看到 就是香港最諷刺 或者悲哀的地方 就是我們知道 一國兩制已經在消亡 但原來我們可以選擇 兩邊的人 其實客觀的 即是殊途同歸 回到終點 其實都是一國一制 這個不可能 我覺得香港是需要一個 可以一條活路 怎樣走出這兩個困局才對 我們理解的基本法 固然是很容易被上面釋法 或者怎樣 但你看到 這些中英聯合聲明 很多東西 這些是一些 你可以說是國際的協議 甚至其實香港政賞法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你全部都要 回到一個聯合聲明 或者基本法 這件事是做一個基礎 你沒有一個基礎 那你叫別人怎樣去保衛你 如果美國想去幫你 或者想去保護你 他都要說 中國、北京要跟回 基本法說些甚麼 你要跟回 中英聯合聲明說些甚麼 但如果你單方面 覺得這兩件事 已經是不重要的 我們現在很流行的 雖然未去到有險可守 但你連你最基本的那張紙 我現在要擺出來跟你談 我都沒有了 這個是沒有意思的 而且你都見到每次 其實都是 當然你可以說是要逼到 北京入了長國 他才會用人大釋法 但每次人大釋法 對我們 我講政治性 不是那些難民、移民 不是那些東西 其實都是對香港是不利的 所以我們有沒有必要 特意去刺激北京 令到他做多些事 因為所謂的權力要用盡 所以這就是一個要思考的地方 以及如果一國兩制要怎樣走下去 其實這個取態是怎樣可以 令到香港市民都滿意 但又不要經常都令到 觸動到北京的神經 令到他做些事令到香港 或者令到一個兩制 但是一些好處都沒有 我們要試一下怎樣去做到這個平衡 我們固然聽過 北京他說不承認這個 中英聯合聲明 但始終中英聯合聲明 是 擺在聯合國那裏 是一個國際協議 所以為甚麼英國 為甚麼美國 即使英國中英之間的力量對比 已經沒有了 中國已經凌駕於他很多 但他都會覺得這個是 由於是他簽的 他都會覺得他是有責任 和他的義務去說回這件事 所以就算現在美國是好 各方也好 我想也是香港人一個很大的願望 即是現在 你當時在眾目睽睽之下 已經這麼公開的場合 你簽了這個 你現在 作為所謂的央央大國 你現在就想 你這個世界的秩序 你都可以主導 是否你幾十年前 你答應的事情 都要反悔 我覺得其實 是沒有必要的 所以整件事是一個 你是不是迫到他這個地步 和國際的形勢 是否令到他 一定所有事情都無法談 這兩方面 如何可以影響到 可以斟酌到 令得出了對香港最大的利益 這就是難度所在 很多評論都說 習近平的底線思維 其實我們就是我們 廣東話說最壞的打算 所以他之前在香港 沒有甚麼 他所說的底線思維 是說不要過了那些紅線 但現在的底線思維 所以釋放出一個很大的訊號 就是 其實他 你剛才也說到 他自己也不擔心攬炒 這個可以是一個姿態 可以是一個真實 但至少他不做這個姿態 他甚麼都會 甚麼都會被動 甚麼都會被你慢慢 去蠶食 或被你的利益 凌駕了他那邊 但你也會見到 我覺得 中共的想法是很簡單的 一個就是 錢 利益 一個就是 武力 即是軍事力量 對於他來說 原來都是那句 如果你香港擺脫了控制 根本的利益 都不在他手上 那他為甚麼要給面 他為甚麼要這樣做 所以我一直都說 其實香港是要 即我一直都說 高足場廣積量 緩清黃 你要令到香港有基本的價值 你上面才會想一想 究竟你 究竟你 我是不是要給面 你 當然 你有時不可以用給面 他會覺得我要尊重你 原來是 你也是有用的 我們都是有共同的利益 但如果你現在拆到這麽情況 然後還要跟他說 最重要是 所謂緩清黃 緩清黃 這些是朱元璋 為甚麼會統一到中國的策略 就是說 你現在有很多群雄 但誰先出來說我是皇帝 那就糟了 全部人出來打你 現在一樣 你突然走出來 我要港度 我要攬炒 我要怎樣怎樣 你真的逼人 人家全部都衝出來去打你 這個就是 香港作為一個 一個小的城市 其實本身已經沒有軍事擴行 沒有自己的軍隊 沒有其他東西 你連這個基本 怎樣在亂世上 怎樣去平衡各方的力量 你都不去做 你還要親自去打破現在的力量平衡 令到自己陷入一個險境 這個是不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我想這個也是你剛才說的 底線思維一部份 以前我想 他投鼠忌器 就是一方面 就是國際金融中心這件事 第二就是 如果我真的 現在台灣 台灣只會越來越民主 越來越像西方那種 但如果香港這邊 由於你越來越像西方 我就要跟著你走 我又是沒有了主導權 他都知道這個 開始有少少穩困 因為以前都覺得 如果香港這邊 真的影響到台灣 當然是一個好的生意 好的盤算 但慢慢 我們早就知道 去年已經被世界見到 是很尷尬 很噁心 他都知道這個功效 已經變得很有限 所以他現在都會覺得 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放下這些包袱 豁出去 這樣做會至少打破局面先 我剛才都說 這是03年至2020年的總結算 這18年來 是否需要打破 不打破 反正都被人打破 是否這邊要有新的回應 所以我覺得這個做法其實都很正常 他暫時武統台灣都是停留在一個口部動作 一個口頭 因為始終歷史上 即是軍事史上都知道 這些所有登陸作戰是極極難的 除非你有三倍都不足夠 要五倍要再多些的兵力才行 但你又知道 他雖然有很多短程的導彈可以射過去 但是除了這樣之外 其實都不代表他可以成功做到這件事 北京也會了解到一個失敗了的軍事的賭注 是會令到他的政權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其實他的合法性 除了在經濟增長之外 其實都在怎樣可以長遠統一島台灣上 但原來你現在這麼急著 衝出去你要武統 誰知道又失敗了 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當然美國也不知中國的所謂底線在哪裏 但你見現在美國近來 連那些空中交友機都在台海附近飛來飛去 即將來我那些B1、B2的轟炸機 我隨時都可以無間斷地不停地轟炸你 這些都是給中國知道 你有沒有這樣的事 你有沒有我那麼厲害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就不要亂來 所以這個會見到 其實香港和台灣 當然在美國的盤算是 當然它想令到 不要兩個地方成為一個孤島 即是一個孤州或者孤島 可以成為一個共同的戰線 但所以對於中國來說 就是要將這兩件事 其實沒有程度是拆開 它不想你兩件事連得太厲害 因為自從去年反修例 跟著到區議會 到台灣大選 其實香港和台灣之間都走得太近了 即是那個邁道情況 是中國一定 某程度一定要分開處理 否則你搞一邊又搞另一邊 對於它來說是一個惡夢 是個大型的手衝來的 但是這就是這個方向 你真的有些手衝來的 那這一步 你真的有些人 你真的有什麼 你這個不明